安路哈 大家好 我是評語的大戰爭時間啦 好 那最近的話 1月的活動剛結束之後呢 馬上又來另外一個合作活動啦 那這次的合作活動是比較小型的合作活動 是沒有卡池的喔 所以大家可以開始慢慢的來存一些罐頭了 那這次的合作活動是跟我們高雄捷運 還有我們麻吉貓一起合辦的一個活動喔 所以會有蠻多一些新的東西啦 那目前來說好像在我們高雄捷運站那邊 還有一些彩點的活動 就是之前的那個彩點拿金券的活動 目前還是進行當中喔 所以大家如果暑假還有空的話呢 都可以去高雄那邊玩一玩囉 好 那今天主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今天的關卡 高雄捷運紅線的關卡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目前只有開一個關卡 還有我們之前那個合麻吉貓 一起包到趴趴走的那個關卡 那之前已經介紹過我們麻吉貓了 今天就來介紹一下我們高雄捷運紅線的關卡吧 那這關卡的話 總共是有5個關卡 那偶爾會取得我們這個Happy喔 Happy的話應該就是 這邊高雄捷運這邊下面這隻很像老鼠的這隻吧 應該就叫做我們Happy喔 那我們今天就來打一下高雄捷運紅線的關卡 來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那這邊的話背景還真的是換成 我們高雄捷運的捷運圖欸 也太有心了吧 太酷了吧 那這邊的話整個關卡都是我們積分獎勵的關卡囉 所以就是可以拿積分獎勵的一些獎勵啦 所以應該是有一張金券可以拿囉 那我們就先來打一下我們第一個關卡 這第一個字我就不會唸了 吵什麼東西鬼的喔 我不知道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就看一下 有沒有速度部隊可以開 基本上大狂暗獅子貓的話應該是可以直接撞過去啦 我們先來看一下隊伍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帶上我們大狂暗獅子貓 來去撞一下我們的高雄捷運站啦 Lost go 第一個關卡 炒 欸 炒 欸 好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 哇塞 這背景整個都是捷運站的樣子欸 這邊的話上面還有貓咪大安燈跟我們的麻吉貓 還有我們捷運站的標誌 帥氣的 然後我們這邊就直接 抬撞 第一關 這關卡感覺蠻簡單的 但是剛剛那隻角色跳出來的時候嚇到我了 他是直接像是開那個貓特級一樣的感覺欸 好 那第二關的話是我們中央公園喔 那這邊的話好像都真的是我們高雄捷運站的一些戰民啦 所以這邊的話都還蠻有趣的 那第二關的話積分獎勵這邊的話 七千分的話是我們最高分喔 會取得我們這個XP七萬五千喔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關卡裡面長的樣子 我覺得積分獎勵關卡的話 應該用我們的大寬屍貓應該都是不是太大的問題喔 那剛剛那隻跳出來的時候 他感覺好像有點像是喵特級的一樣啦 那個Happy跳出來的時候喔 好 那這關的話一開始出現的是我們的羊咪咪 那一樣用我們的這個大寬屍貓來撞 那第二關這邊除了我們的Happy以外 又有我們的白熊囉 欸 感覺 感覺他是不是為了要防範我們這些都用大寬屍貓的人啊 所以這邊的話他直接變超硬的欸 我要一直瘋狂出了 感覺第二關就沒有那麼簡單囉 這邊第二關可能就要連出我們大寬屍貓了 那這邊的話第二關還有我們一隻白熊喔 所以大家打這關卡的話一定要小心一點點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還是取得我們9207分囉 所以第二關開始的話就沒辦法用一隻大寬屍貓了欸 也是滿困難的 好 第三戰是我們的美麗島喔 以前哲平也是在高雄讀書的啦 所以基本上這幾個戰民還算是滿知道的 那第一個這個我還真的不會唸喔 所以就真的抱歉 好 第三關的話 美麗島的話呢 這邊是取得我們6500分的話就可以取為我們最高分囉 來看一下美麗島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而且他上面這個的話地圖上面還有我們那個小貓 跟我們麻吉貓跟我們HAPPY在那邊揮手欸 真的 很可愛喔 好 來看一下我們第三關 前一關的話我感覺就稍微有點難度啦 有白熊再加上我們的那個HAPPY喔 那HAPPY這邊的話感覺 感覺也是滿硬的欸 沒那麼簡單 好 撞起來 撞起來 這HAPPY感覺變超硬 好 那這關除了HAPPY以外呢 又出現我們的一般的袋鼠 還有我們的松鼠 還有鱷魚肉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 大寬屍貓加起來的話應該是沒問題 哇 又來一隻 喔呦 這守門員擋得還真不錯喔 不過這邊還是被我們撞掉了 應該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關卡感覺有慢慢的在防我們一些 就是大寬屍貓的人啦 所以如果你沒有大寬屍貓的話 感覺會比較辛苦一點點喔 這邊我們取得8960分 最高分 沒有問題喔 好 再來第四關的話是我們高雄車站啦 那這個關卡的話總共是有五個大關的 所以第四關的話算是我們的 就是倒數第二關應該會比較難一點點喔 而且高雄車站的話算是一個大戰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積分獎勵的話這邊只要取得6500分 就可以取得我們最高分喔 來看一下高雄車站裡面長成這樣子吧 高雄車站是大戰 所以應該會滿難的喔 好 看一下大戰裡面居然是出現了什麼東西 來看一下哈 我們一樣用大寬屍貓 這積分獎勵的關卡的話我都很喜歡用速攻部隊啦 因為比較快拿到一些高分喔 哇 直接出了三架的那個 三架的黑提車欸 這邊有點困難了喔 三台的話我覺得應該就比較困難了 哇 一隻瘋狂猛撞 這關的話可能真的沒辦法用我們大寬屍貓了 欸 出車禍了喔 真的要出車禍了 我天 哇哇哇 這關不行了 這關不行了 要改正了 要改正了 哼 這關要出車禍了 第四關開始的話可能就沒辦法用我們的那個 就是速攻打法 因為他是 哇 你在用大寬屍貓啊 我把你撞爛這樣的感覺 哇賽 欸 我們要爆炸了 我們真的要爆炸了 欸 別鬧啦 黑皮 黑皮 別鬧了 別鬧了 黑皮 慢了喔 哇賽 我們看一下那邊存錢叫做哈哈姆特 也只能這樣子了 好恐怖喔 這 黑皮 太多隻了吧 哈哈姆特 可以 又反打 又反打了 哇 第四關開始的話是 瘋狂開捷運欸 這是瘋狂開捷運欸 好恐怖喔 黑皮在上面開捷運喔 小心小心小心 好 這邊全部撞掉之後 後面還有一圖拉圖的小人欸 所以 高雄車站真的還蠻難的啦 因為你沒辦法單靠我們大寬屍貓去撞掉 就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那這關的話最高分是拿到6500分 就沒問題了 這邊7701分沒有問題喔 好險 好險沒有問題 呵呵 哇 那前面的話 高雄車站就有點困難的話 我就不知道最後一關會怎麼樣了 最後一關是我們的試運喔 那試運這邊的話 最高分是5000分就可以了 那前面高雄車站可能很可怕欸 他那邊開了超多台 那個黑皮捷運出來真的是很可怕 那感覺這關開始的話應該就沒辦法 再用我們的大寬屍貓這樣撞下去 喔 有臉哥 那臉哥這邊的話 我們待會就是看一下能不能 就是直接出我們哈哈姆特 用哈哈姆特來打喔 好 我們試運這邊的話 一開始出現的是我們的臉哥 然後後面就沒有出其他的生物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可以先出哈哈姆特 出來打一波攻擊 那前面的話就先放一下我們的強貓喔 然後等到4500塊的時候 再直接開我們哈哈姆特 這邊直接出了我們一隻 HAPPY捷運 黑皮捷運我覺得前一關卡那個 給我們壓力比較大啦 那這關的話又多了我們一個紅頭喔 那這關感覺就是要直接 叫出哈哈姆特沒有什麼問題了 因為要叫出哈姆特才可以 打比較快一點點喔 好 待會看到我們4500塊的時候 馬上就已經叫出一隻 我們的哈哈姆特 直接來打黑皮跟我們紅色臉哥 打下去之後就有一波經濟 就可以再叫出我們的那個 大寬屍貓了 哇 感覺沒有那麼好打欸 而且這邊好像死掉一隻黑皮 就會再出現另外一隻黑皮的感覺喔 好 這邊的話靠我們的哈姆特了 已經先把紅色臉哥給打死應該是沒問題 然後這邊哈皮又死了 喔 這邊是沒有再出下一隻哈皮喔 看一下能不能趕快把這隻臉哥給打死 哇 好險 但他要咬到我們那一當下 馬上把他給打飛 那後面又出了我們另外一隻的紅色臉哥喔 所以這關卡的話感覺會一直 瘋狂出我們臉哥跟我們黑皮的捷運喔 但是我覺得比起這關來說的話 我覺得前一關那個第四關 真的還是比較恐怖一點點 因為前面那關的話那個 那個哈皮太多隻了啦 會比較可怕一點點喔 那私運這關卡的話 基本上就是看一下要怎麼打我們臉哥而已 那臉哥這邊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囉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取得7553分 可以在我們稀有角色那邊取得為哈皮囉 好 欸 那這次的話它是沒有給我們金券的欸 我以為會有喔 可是沒有喔 欸喔 這關卡是有三星關卡了 所以之後的話我們過幾天來打一下 我們三星關卡給大家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黑皮喔 那過幾天的話我們就把黑皮升起來 然後讓黑皮去撞黑皮好了 呵呵 讓黑皮去撞三星關卡 黑皮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囉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取得這一次合作的新角色 從高雄捷運來參戰 搭乘高雄捷運 帶大家看見高雄的美好 有時候會打飛紅色敵人的角色喔 所以這次是專門打我們紅色敵人的 把他升到10級看一下他長什麼樣子 好 這邊的話 從高雄捷運來參戰加入新成員 一起帶大家發現高雄新魅力 有時候會打飛紅色與黑色敵人 喔 加上了麻雞貓之後 就變成這麼有魅力喔 那我看一下升到30等 是不是旁邊會再多一隻貓咪 不會這麼扯吧 好啦 沒有啦 這應該三屆計畫的話 旁邊會再多一隻貓咪啦 那這邊的話這隻角色 是可以打我們紅色敵人跟黑色敵人的 我覺得還算是還滿通用的 對新手來說應該會不錯喔 感覺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除了我們這個活動以外 是開了我們這個就是 超級貓咪技啦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來試一張金券 來看一下手氣吧 如果這個賬號中了加油的話 欸 好 果然沒有 哼 做夢吧 想中加油啊 所以目前來說如果你有很多金券的話 是可以來砸一下我們這個超級貓咪技喔 超級貓咪技的話 基本上用金券砸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砸罐頭下去 因為他是沒有避重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啦 好 那今天主要來說就是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一星的高雄捷運紅線的關卡喔 那之後的話 二星哲平會私下的再把他打贏 然後三星的話我們會開一下我們的Happy 來打一下我們這個三星關卡囉 那目前來說的話 EBA結束是出了我們這個高雄捷運 跟麻糬貓的合作囉 所以合作活動還在不斷的進行當中喔 大家可以是用這一波時間 就是趕快來打一些關卡 然後來拿一些獎勵或是罐頭 然後來存一些罐頭 等到之後有一些比較大型的合作活動的話呢 就可以來花一下囉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覺得我們這次的黑比捷運真的好像還蠻厲害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每天中午12點跟晚上5點半跟晚上7點跟晚上9點多的影片喔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啦 那我這邊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